肉类 好香啊 闪电你看 肉刚刚还是红红的 每一会儿就变成焦黄的了 皮皮 这是发生了美拉德反应 什么是美拉德反应 肉里的蛋白质分子和糖分 在高温下会产生复杂的变化 这些变化就是美拉德反应 它能让肉释放出香味 也能让肉的颜色变得十分诱人 高温下产生的美拉德反应 简直就跟变魔法一样 高温 那我要是把温度再调高一点 这样是不是就更香了 肉烤糊了 皮皮 火太大了 长时间的高温下 美拉德反应 会持续进行 肉会被烧焦 而且烤糊的地方 会产生有害物质 就不能吃了 我还想着美拉德反应强一点 肉就更香了 浪费了 温度达到一百一十度时 食物就会发生明显的美拉德反应 维持这个温度烤肉就很香了 可以吃了 真好吃 肉不仅好吃 还富含丰富的蛋白质 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强壮 那我得多吃一点 沈爹 我们把鸡腿烤上 其实能吃到这么多肉 多亏了现代的养殖技术 以前传统的养殖 动物都是散养 需要很大的地方 但养的动物却不多 而现在 大型的现代化养殖 通过科学喂养 一小块地方就能养很多动物 而且还能让动物生长得更快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肉可以吃 美拉德反应 能让食物的颜色变得诱人 同时增加香味 变得更加美味 发生美拉德反应的烤肉 会产生什么变化 请把它们都选出来吧 释放香气 增加营养 变得焦黄 以下烤盘的温度各不相同 哪一块能把肉烤得又香又焦黄呢 请把肉拖拽到正确的位置 一般当温度达到110度 可以看到明显的美拉德反应 这样做出来的肉会更香哦 别着急 皮皮 这黄骨鱼可能存在很多寄生虫 给烤熟才能吃 那得多烤一会儿 这个也烤一烤 三文鱼不用烤 可以直接生吃 它没有寄生虫吗 有的 只不过三文鱼属于海水水产 海里盐分含量高 对人有害的寄生虫很少能生存 不仅如此 三文鱼被捕捞上来后 还经过了严格的冷冻处理 这样就更安全了 而黄骨鱼属于淡水水产 淡水里寒烟量低 水里寄生虫种类多 所以必须做熟了才能吃 要我说 就把食物通通煮熟了再吃 这样就没什么危险了 没错 尽量不要吃生食 煮熟吃是最安全的 沈爹 我们吃的肉有养殖场 那鱼是不是也可以养殖啊 没错 要获得水产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从河 湖 海等自然水域中捕获野生水产 另一种就是通过人工养殖获得水产 而且水产都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多吃可以让我们的记忆力变得更好 一些海水水产通过严格的处理可以生吃 而淡水水产一定要做熟了才能吃啊 观察两条鱼的生活环境 哪条可以生吃呢 请把它拖到盘子里吧 河水是淡水 淡水水产有很多寄生虫 不能生吃 而海水水产经过严格的处理可以生吃 以下哪些是三文鱼可以生吃的原因 请把它们都选出来吧 寄生虫少 经过冷冻 生吃美味 三文鱼 三文鱼是海水水产 身上对人体有害的寄生虫很少 冷冻处理也让生吃更加安全 实在吃不下了 可还剩好几个鸡腿呢 放冰箱里就好了 这样不容易坏 神爹 为什么食物放冰箱里不容易坏呢 食物坏掉 一般都是因为滋生了某些微生物 神爹 为什么食物放冰箱里不容易坏呢 而放在冰箱能让微生物的生长变慢 微生物是什么 微生物就是那些眼睛看不到 却无处不在的微小生物 它们能让食物发生变化 有的能让食物发酵成美味 比如酵母菌 有的会让食物腐烂 通常 食物上的微生物需要水 温度和空气三个条件才能生存 改变任何一个条件 微生物就很难生长 冰箱就是通过降低温度 让食物的腐烂变慢 要是没有冰箱该怎么办 那就只能改变空气和水这两个条件了 皮皮 你看这袋肉 嗯 这袋子把肉包得好紧啊 哼 我知道了 这里面没有空气 没错 这个包装袋里的空气都被抽出来了 形成了真空环境 所以微生物就很难生长了 真是个好办法 嗯 可怎么改变水分呢 那也是有方法的 我带你瞧瞧去 啊 是牛肉干 哈哈 这牛肉硬硬的 是因为没有水分吗 没错 这就是风干后的牛肉 是借助风和阳光的力量 将牛肉中的水分去除 就好像晾衣服一样 有了 把肉都做成肉干 再用真空包装起来 然后放进冰箱 保存方法三合一 这样肉就不容易坏掉了 哈哈哈 食物通过风干 真空包装和改变温度 可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 让食物保存更长时间 食物上微生物的生长 通常需要哪些条件 请把它们都选出来吧 以下哪种做法 通过改变温度 让食物不易腐败 选一选吧 冰箱里温度很低 低温不利于微生物存活 让食物不易腐败 快来看看今天的食物观察日记 我们烤肉时产生的美拉德反应 能让食物散发出香味 也能让肉变得焦黄 水铲分为淡水水铲和海水水铲 淡水水铲必须做熟了才能吃 而有的海水水铲 经过严格的处理可以生食 食物的腐败通常是因为微生物 微生物的生存通常需要水 温度和空气三个条件 但通过风干 改变温度 和真空处理 就能抑制微生物的生长 更好地保存食物 今天我们知道了美拉德反应 和保存食物的三种方法 没错 小朋友快去生活中观察观察它们吧 真空包装的牛肉不易腐败 是因为改变了微生物生长 需要的哪个条件 请把它选出来吧 我们在超市里见到的肉食 主要是通过哪些方法获得的 把它们都选出来吧 捕捞 捕捞 养殖 打猎 小朋友快捕捉 按下 一按下 准备 按下 准备 你 按下 准备 按下 按下